大家好,我是老韩,接着上一个视频的话题说 上一个视频中咱们说了,想要做好自媒体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么这个事呢,其实也是绝大多数自媒体人认知中的一个常识 或者说基本上能够做好自媒体的创作者都知道这个事 但是所有的心灵小白呢,却都不知道 而且很多人自媒体做不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想要做好自媒体 其实还有一个条件需要做到 那么上个视频中咱们也说了 在这一期会给大家具体去讲这个条件是什么 并且呢,怎么去做 那么老规矩,在视频的最后 咱们会给出一些相对干货的知识 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大家先要明白一个事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误区 现在呢,片台上还有很多人在进行这样的操作 就比如我们标题当中说的那样 通过搬运文案 然后呢,通过这些语音合成软件 把这些文案自动的生成音频 之后再把音频剪辑成视频 这样呢,操作下来 时间其实很短 而且对于平台来说 很难去审查这样的事 这种搬运性质的视频 在内容质量上其实呢,是非常高的 因为互联网当中很多平台中的文案水平质量很高 所以一旦做成视频之后 就会有很大的流量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去做 有很多人呢,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觉得可以采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 来规避平台的审查 但是呢,到最后总是聪明反被聪明物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的一个观点 自媒体这个行业 它不属于互联网偏门行业 不是什么小众的项目赚钱的灰色产业 而是一个光明正大的领域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想要通过自媒体来赚钱 最好的方法 最长久的方法 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内容 当然对于说如何踏踏实实做内容 其实也有一定的方法 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 但是在做之前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事 就是一些邪魔歪道的东西 对于自媒体来说是不可行的 或者负责任一点的说 个人创作者通过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 因为其中确实有一些工作室团队运营的时候 通过批量运营账号 可以不去考虑违反平台规则造成的后果 因为人家账号非常多 一个账号封了之后 还会有很多账号 一个账号做不了了 还可以注册新的账号 没有身份信息了 就继续招新员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对于团队运营来说 不是什么事 只要一个账号 一个月的净利润能够超过500块钱 那么批量运营一些账号 运营的越多 赚的就越多 但是大家也能听得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团队做法 对于个人来讲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操作性了 一个人把全家亲戚朋友都算上 顶多能凑出十几个二十个账号来 但是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就很低 这样做账号 一旦十个出了问题 那么就意味着收益减半 而且是不可逆的操作 一旦这个账号被封了 是找不回来的 所以个人创作者 不可能再去发展出 二十个亲戚出来 因此呢 想要个人去做好自媒体 肯定是走内容这一条段 当然很多人也知道 做内容呢 其实非常不容易 可以负责任的说 在偏袒中有两种人 真的能够通过自媒体赚钱 一种是运气型的 真的擅长某一个领域 并且呢 对大众传媒 互联网传媒比较了解 甚至即使不了解 学习能力也比较强 比如说这种钓鱼的 解说象棋的 解说体育赛事的等等 这些东西呢 都需要你有一定的这个 专业的素养在里边 对于一些门外汉人来说 刚进入这个领域 你是很难去把自己的内容 做得很吸引人的 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个领域中 大家更关心什么内容 当然呢 能赚钱的还有一种人 这种呢 就是内容比较扎实 要么做过多少年的文案 有一定的写作功底 了解这个文案怎么写 别人呢 才能够愿意看下去 要么就是了解平台 知道平台需要什么样的内容 这两种其实呢 都一样 从根本上来讲 就是懂技巧 那么除了这以上的两种类型 剩下大多数做自媒体的人 其实都不太懂怎么做自媒体 更多的是 大家觉得自己有了个什么想法 就感觉能够做 而且未来还能够赚钱 其实实际操作起来并不是 就比如说影视剪辑 大多数人了解自媒体 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数评小视频 比如说抖音等等 这些平台来了解的 所以了解到最后 就会发现 一些影视片段剪辑 非常容易做 而且呢 自己也非常愿意做 甚至有些人打算放弃工作 全职去做影视剪辑 这里所说的影视剪辑呢 其实就是搬运 一部电影 一个电视剧 几十分钟 非常简单的 把它们剪成不同的片段 有的稍微用点心 把不同的片段放到一起 或者是把同一个角色的片段 放到一起 就是一个基本的剪辑 那么这样一个视频 就产生了 不可否认 因为这些电影 电视剧 人家自己拍的就非常好 故事情节当中呢 就有非常吸引观众 去看的地方 所以剪出来之后 是会受到用户喜欢的 这个也就代表着说 有流量 但是只有这个流量 是不够的 大家做自媒体 其实最大的困难 不是说不会做 而是很难找到一个 在平台允许范围内的 获取高流量的方法 自媒体平台 也不是法外之地 就拿这个影视剪辑来说 一个电影片段化的 剪出来之后 属于原创吗 这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直接告诉大家答案 当然不属于原创 上面呢 咱们已经说了 这个叫搬运 搬运是什么性质呢 就是抄袭 也就是利用别人的版权 作品来获取收益 前期呢 可能你的收益低的时候 人家看不上你 一旦你的收益比较高了 粉丝量比较多了 这个时候 你通过侵犯别人的版权 获得的收益 也就更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 人家去告你 发的钱也就多了 在国外的话 一些平台比较成熟 针对抄袭搬运的行为呢 或者你用到人家版权的片段 平台就会自动的 把你的所有收益 发给原作者 你创作的整个过程 所有的钱都不是你的 直接把走法律途径 这一步呢 给省略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国内的平台 目前还没有那么成熟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这么做呢 这也告诉大家一件事 如果你是团队的话 目前呢 当然还是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你是个人创作者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什么 因为有风险 我们每天花七八个小时 去做自媒体 目的肯定是为了赚钱 而且呢 是为了长期在这个领域 这个行业中 持续的做下去 如果说做的做的 某一天做不了了 或者是你前面的内容都白做了 那这个得不偿失 甚至现在平台 还有一些规则出来 去限制这些行为 尤其一些新手账号 你去发这个内容的话 推荐量都会受影响 而且一个账号 如果短时间之内 出现好几次这种推荐量受影响的情况 很有可能就会被封号 封号这个事呢 对于个人创作者来说 基本上谁都承受不了 因为你一个人其实就一个身份证 家里人都加起来也没几个号 别搞到最后 连基本的做自媒体的条件都没有了 那么接着给大家说 想要做好自媒体的另外一个条件 上一个条件 其实我们说的很简单 有些人呢 感觉也很简单 但其实不是 上一个条件非常重要 就是坚持 记得上一个视频呢 咱们说过这样一段话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就是自媒体前期发的 十几二十个视频 收益是很有限的 但是随着视频数量的增加 收益会大幅度上涨 同时呢 每天的整体播放量也会上涨 上涨的过程 后期呢会很快 这个呢是个常识 就是说 只要你的账号流量是正常的 你发的视频 只有十几二十个的时候呢 基本钱是非常少的 所以以前呢 我看见过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说过这个 就是这些人 他们其实做得非常好 只要多坚持坚持 账号的视频数量上去之后 收益自然而然的 就都不是问题了 甚至根据我的保守估计 一天的话 300到500没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在前期这个阶段 他们觉得收益太低 就放弃了 针对这种情况呢 当时我还说过这么一个话 就是这个真的太可惜了 这些账号 如果他们愿意卖的话 我真的愿意买 当然现在不能了 因为2017年 上半年之前的账号 绑定的银行卡呢 可以不是自己的 但是现在绑定的银行卡 必须是认证的账号自己的 这个时候 你想去买卖账号 要么是代运营 直接拿别人的身份证注册 要么就只能是以前注册的那些账号 拿自己的账号出去卖 这个现在是做不了的 那么另外一个事 其实也很简单 刚才我们也说了 就是你的账号数据 流量 起码是正常的 有一个最基础的权重 如果说你翻一个视频出去 连一两千的播放量都没有 这个就不属于正常 而且这种呢 你即使发的数量再多 也不会有多少手艺 而且随着你发的视频数量越多 账号的权重呢 反而会越来越低 并且很难挽回 所以判断的标准 其实很简单 就是看前十个视频 播放量正常不正常 如果说你的播放量非常低 标准呢 就是基本都不超过一千 那要不就是你的内容有问题 要么呢 就是你的账号有问题 比如像你看到的这个视频 我们这个账号呢 就是账号本身是有问题的 因为之前呢 发的乱七八糟的 其他的低流量的视频太多了 所以现在想要通过提升质量 来提升账号流量是很困难的 除非发上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所以说呢 这个视频如果你看到了 确实也非常幸运 这些东西呢 没有人会说 也没有人会免费去教你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播放量非常高的 一个信号上来播放量非常高 这个呢 也不是什么好事 那关于这个呢 具体是什么情况 咱们下一期再说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